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小妹 今天小妹要分享的是欲望保姆 讲述了小小女孩进城打工所面临的黑暗面 小张只是来到北京打工要回家里 工作难找,小张只能当保姆挣小费 小张来到有钱人老王家做清洁 刚好遇上王婆教训出轨的老王 但王婆走了之后,老王本性露出来 他也保姆小张弄个cosplay 村里人真会闻 保守的小张不为五斗米折药 潇洒的走了 晚上回到那不足20平米的房子睡觉时 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弟弟到了北京,还变成人渣 好的不灵,坏的灵啊 那窝囊弟弟在乡下吃喝嫖赌,打架成群 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 又天天被乡下的老王殴打 于是直接来北京找小张了 又多了个人要养活 小张只好屈从在老王的金钱下 满足他那变态的玩法 美妻美妻的老王如此招待两姐弟 弟弟感到很奇怪 于是躲起来观察 结果看到了震惊的一幕 果然是窝囊啊 明明看到自己的姐姐被人糟蹋 自己还去酒吧喝酒泡妞抽烟 还被人盯上了 想要抓他去要挟老王拿钱 不过还是有好人在的 女郎笑笑在他和姐姐吵架之后安慰他 在他被人吓要毒害时警告他 在他因为药力发作没力气时带他回家 在有人抓他时掩护他 可是这窝囊弟弟啊 竟然还打小张 斥责他不知廉耻 却利用小张为老王拿钱去花天酒地 经过笑笑的开导 弟弟向姐姐道歉 两人商量一头回到乡下 但常过甜味的老王不愿意放走小张 迫于老王的淫威之下 小张只好留下 不分的弟弟在药力的作用下干掉老王 并一力承担罪状 在这一点看来弟弟还是不错的 电影剧情算简单 但直面并揭露黑暗面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如果喜欢小美我就关注我吧 爱你哦 在这一点看来残漂亮的吗 是 Disability